犀利的后场进攻 细腻的往前回放 快速杀球连贯上网 再次面对昔日的对手 陶田闲斗 时与其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证明 他依旧是那个我们值得信赖的小石头 一开场在球迷的加油呐喊中 阿桃的气势非常足 依靠四方球调动 连贯后场突击 打得相当犀利 而小石头通过变速突击 同样打得油斑油斗 紧跟对手节奏的同时 比分差距也并不大 比分差距也并不只是 比分差距也并不只是 我感觉他想要比较多安全 我认为他想要比较保育 我认为他不认为他 不认为他也想要比较保育 但我认为他能够 超级运动 连续往前的假动作也让阿桃有些无可奈何 关键比分小石头加强了自己的后场突击进攻 随着他后场头顶区杀斜线得分 就以21比17赢下第一局 第二局开始阶段阿桃通过提速 同样加强了自己的后场进攻 但在多拍的控制上明显小石头略胜一筹 随后小石头依靠自己的变速突击完全掌控了场上的局面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他就是一个6岁的游戏 我认为Multo只是吃那些刺刀 会有点太坏了 那我们是 比较高 往前带停顿的推后场 连贯正手跳杀直线 小石头这进攻打得行云流水 这一辆小石头 他们需要带来一些计划系统 来调查它 这看来很合适 今天是很好的形状 比赛末段小石头依靠自己出色的后场进攻能力 很快建立了比较大的领先优势 而面对对手连续的跳杀进攻 阿桃显然毫无办法 随着小石头正手轻杀斜线得分 就以21比12赢下了第二局 2比0战胜了对手 取得了这场石头大战的胜利 阿桃显 Core